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收听,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,Come on!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,咱们每个人都免不了会感受到压力,不论是来自工作的压力,还是来自学习的压力,再或者是来自生活本身的压力。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压力,对吧?那你的压力大吗?我的话,压力是有的,但不至于特别大。另外,因为我还有很多放松自己,缓解压力的方法。 其中一个就是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,一边吃美味的食物,一边打游戏机啦。 平时我们最喜欢玩的一款游戏是足球游戏。 这不,昨天晚上,我们几个朋友就又聚在了一起,一边吃披萨,一边打游戏。 虽然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,但是打起游戏来可是互不相让,非常认真的,因为都不愿意输给对方。 可以说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。 由于竞争过于激烈,所以有时候还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争执和争吵。 就在昨天我的两个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,又吵了起来。 看到他们吵架的样子,我赶紧赶上前去说, 诶,你们俩至于吗?行了行了,别吵了。 你们俩至于吗?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? 你们俩至于吗?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完整。 说完整的话应该是,你们俩至于吵架吗? 或者是,你们俩至于这样吗? 意思就是说,你们俩有必要吵架吗? 达到了要用吵架来解决问题的程度了吗? 换句话说,也就是,需要吵架吗? 用得着吵架吗? 用得着这样吗? 至于吗?这句话常常用在非正式的表达中。 举个例子吧,比如,我的表妹偷吃了我最喜欢的奶酪蛋糕。 我知道以后特别生气,于是我对我的表妹发火了。 教训起了我的表妹。 这时候我妈看到了,她说,不就是一块蛋糕吗? 你至于吗? 你至于吗? 意思就是,你至于生气吗? 你用得着生气吗? 有必要这么生气吗? 达到了生气的程度了吗? 被我教训了半天的表妹在一旁哭了起来。 妈妈又对我的表妹说,哎,别哭别哭,不至于。 在这句话里,不至于的意思就是,不至于哭,没必要哭,没有到需要哭的程度,不值得哭。 虽然我没有亲妹妹,但是如果是我的亲妹妹偷吃了我的奶酪蛋糕的话,我一定也会生气的。 至于吗?和不至于? 大家会用这两个词了吧? 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听懂我说的内容,我觉得你应该去下载这期说中文播客的PDF文本。 在这个PDF文件里,有我说的每一句话,还有一些生词和练习题。 链接就在下边的说明栏里了。 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吧。 至于吗? 意思就是指,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吗? 用得着这样吗?需要这样吗?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生气了,你就可以这样跟他说,至于吗?别生气了。 或者你也可以说,不至于,好了,别生气了。 如果有个人正在哭,那你也可以跟他说,至于吗?别哭了。 或者说,不至于,别哭了。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哭,生气和吵架。 这些都是不是特别好的情况。 那么高兴的时候可以用至于吗?这个表达吗? 答案是当然可以。 如果你遇到了一件开心的事,一直笑,笑个不停。 然后我就会问你,嘿,至于吗?什么事儿让你那么开心啊? 在这里,至于吗的意思就是,至于那么开心吗? 达到了那么开心的程度了吗? 大家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吗? 另外,不至于这句话真的很常用,也很有用。 好比啊,在工作方面,我是一个急性子,总是喜欢把工作都提前做好了。 这样的理由是,如果我把工作提前做得差不多了,那之后我就不至于很忙了。 不至于很忙了,也就是说不太忙的意思。 再好比,我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东西,所以去餐厅点菜的时候,我就会问一问,诶,这道菜辣不辣呀? 那么服务员经常会回答我说,稍微有一点,但不至于。 在这里,不至于的意思就是不至于很辣,不是特别辣,有一点点辣,辣的程度不是特别深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,简直是数不胜数。 像是,不至于很远,不至于很脏,不至于很贵,不至于很累,等等等等。 但要注意的一点是,我们不会说,至于很忙,至于很辣,至于很贵。 一定要说,不至于什么什么。 大伙儿理解了吗? 那么先听过今天的对话,之后,我们再来说,至于这个词的其他用法吧。 诶,大鹏大鹏,你这是怎么了?怎么哭起来了呀? 我,我不想打针,打针太疼了。 嗨,至于吗?不就是打个针吗? 嗯,你不知道,我从小就怕打针,真的太疼了。 哎呀,那个护士的技术很高的,不至于,一点都不疼,你去吧。 诶,大鹏大鹏,你这是怎么了?怎么哭起来了呀? 我,我不想打针,打针太疼了。 嗨,至于吗?不就是打个针吗? 嗯,你不知道,我从小就怕打针,真的太疼了。 哎呀,那个护士的技术很高的,不至于,一点都不疼,你去吧。 你害怕打针吗? 诶,至于我,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打针了。 我想每一个小孩子都是这样的,对吧? 小孩子虽然是这样,那至于成人, 我觉得,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大人害怕打针。 至于大人,至于我,大家听到这两句话了吗? 这是至于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了。 在我们想要提到另一件事,或者是提到另一个人的时候, 我们就可以说,至于什么什么。 比如,我邀请你参加聚会,邀请你是我的事, 至于你来不来,那是你的决定。 再比如,我比较喜欢篮球、棒球、足球。 至于其他的运动呢,我不是特别感兴趣。 还可以说,我可以教大家中文,教大家韩语也行吧。 至于其他的语言,我只会一点点,还没有达到教大家的水平。 现在你会用至于这个词了吧? 总结一下吧。 它的第一个意思是表示达到某种程度。 常说至于吗?或者是不至于这两句话,在口语中非常常见。 第二个意思是提到别人,或者是别的事情的时候, 我们会说至于什么什么。 那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,你说中文难吗? 哎,我觉得不至于。 意思就是说,我觉得不是很难,没有达到非常难的程度。 如果你觉得中文很难的话,或者你非常想把中文说得很好的话, 那或许你可以试一试Myat这个中文学习网站。 Myat,I'm A-A-Y-O-T 在这里,大家可以轻松实现每天阅读中文的目标。 这个网站会根据每一个人的中文水平分享一个新闻或者是故事。 每一篇文章都不长,所以大家阅读起来没有什么负担。 但这并不是说文章的内容就非常简单,想要完全理解文章的内容,就得弄得懂每一个中文表达。 不过遇到生词时,大家不需要另外花时间去查字典,因为在网站上就有每一个生词的拼音和它的中文解释。 有的生词还有例句。 我们坚持在这里每天阅读一篇中文短文,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不但提高了,而且阅读也变成了你的一个习惯。 另外每一篇短文还都有录音,大家可以先听,随后跟着读,再模仿,最后还可以把你的录音发给这个网站。 随后就有专门的中文老师帮大家纠正发音了。 这些老师不是人工智能,是真正的中文母语者。 此外,他们还能帮助大家修改文章。 在每一篇文章的后边都有相关的练习题,需要你用中文来回答。 写好以后,网站的老师们就会帮你改一改了。 Myatt可以同时帮助我们训练听、说、读、写这四个能力,非常非常棒。 网站的链接就在播客和视频下边的说明栏里了。 好嘞,最后感谢YouTube、Patreon、Buymeacoffee的每一位会员。 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,拜拜。 诶,大鹏大鹏,你这是怎么了?怎么哭起来了呀? 我,我不想打针,打针太疼了。 嗨,至于吗?不就是打个针吗? 嗯,嗯,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怕打针,真的太疼了。 哎呀,那个护士的技术很高的,不至于,一点都不疼,你去吧。 诶,大鹏大鹏,你这是怎么了?怎么哭起来了呀? 我,我,我不想打针,打针太疼了。 嗨,至于吗?不就是打个针吗? 嗯,嗯,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怕打针,真的太疼了。 哎呀,那个护士的技术很高的,不至于,一点都不疼,你去吧。 先要分享两个消息给大家。 第一个是说中文博客有了新版的PDF文本,是一位语言专业的博士,帮我们设计和编辑的。 PDF文本的第一部分是大家在博客里听到的每一句话。 第二部分是博客中重要的词汇,以及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解释。 第三部分是一些常用表达,还有这些常用表达的用法和例句。 最后一个部分是一些和播客内容相关的练习题。 我相信新版的PDF能帮你把中文学得更好,但真的非常可惜,因为没有办法免费分享给大家。 不过它的价格并不贵,每一期只要一美元,大家可以在一个叫Patreon的网站下载,还有一个叫Buy Me A Coffee的网站也行。 下载链接就在节目下边的说明栏里,快下载看看吧。 第二个消息是,最近我正在和几位听众通过Zoom一起学习中文。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,可以发邮件给我。